ggg 其实它是同颜色的 对对对对 只是这个墙壁脏了 就是旧了 对 它都刷起来就是像那样 刷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色差 哇果然是左右不一样啦 因為你看我天花旁邊是顏色是一樣的 是 剛剛師傅在天花板刷了兩筆 看不出來 對啊 那是顏色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你牆弄髒的 很舊的 對 才會刷起來都不一樣 顏色才會有差 所以說會增加一般都是紅正改的 唉 所以各位千萬不要 有完美主義 否則就是 對 我們就是看過 看過這樣就好 不要再那個說什麼顏色不均衡什麼之類的 我也很歡迎講顏色不均衡 但是你要多增加預算 所以我們這是我們師傅的 中固啦 建議啦 你看了習慣就看了習慣 你看不習慣你就知道在多花錢 因為叫師傅來也是要錢 錢去信他癌的 那師傅說這個是避癌的部分 可能就是 簡單處理 簡單處理啦 如果要認真處理的話呢 就不是只有這樣子處理了 對 步驟一樣很多 步驟一樣是非常的繁複 但是因為今天就是 預算有限 只能請師傅簡單幫我刷 但是師傅說這個以後可能還是會 會有 再度出現 對 因為裡面還有水氣嘛對不對 是這樣嗎 還有細菌 還有細菌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殺死細菌 然後避癌不會再產生 有啊 那種都是有特別去處理的那個避癌藥 就是人家所謂的避癌器 什麼的 都有那些的 所以說 那個手續會很複雜的意思就是說 你也要把它刮處乾淨 然後再用避癌藥去處理 等它乾了之後再用補塗把它補平 補平之後還要再看一下 還沒有再復發 然後再處理 然後再上漆 對 有很多步驟都是要看要等 對 不是一次就能處理好的東西 所以這就要看各位的預算 然後如果預算夠的話呢 就可以按照師傅說的這樣子 用非常多道工序把它處理到好 對 那如果預算有限呢 就只能暫時 簡單處理 簡單處理 不過這個日後呢 問題可能還是會 依然存在 重複發生 對 不能做保證 這免得保證的 對 那所以師傅你是做 還有在做保證的喔 保固 當然是有啊 因為錢收到位 但是就要做保固了啊 做保固要五年而已 最多就五年了 喔 師傅他還有做保固呢 五年喔 但是他價錢很貴啊 不要花得起啊 不要說只聽到五年這句話而已啊 要聽到後面價錢很貴啊 哈哈哈哈 對啊 價錢不貴誰要跟你做 原來如此啊 對啊 到最後是牆 看錢的分量 幫你做到有保固啊 喔 所以呢 一分錢一分貨 就是這樣子啊 對啊 嗯 好 我們師傅現在把它處理到 看起來 雖然有一點點色差 不過目前為止呢 枕面牆壁感覺已經比 均裂 之前均裂的狀況好很多了 喔 因為之前均裂就是像 這個樣子啦 喔 啊這裡為什麼沒有處理呢 因為師傅建議我 如果 大的裂縫處理完 我們接著就會看到中的裂縫 中的裂縫看完呢 啊 中的裂縫處理完呢 我們接著就會去看最小的裂縫 所以越看越多 最後呢 就會變成整面都處理 喔 那當然 預算就增加了 那師傅說 預算增加 喔 他當然很開心啦 喔 可是呢 我們就 目前就不開心了 我們就荷包就要開始 緊縮 緊縮了啦 欸 今天保持預算內 這樣就好 如果想要控制在預算內呢 師傅的建議就是請 你爭一隻眼 閉一隻眼啦 對 可以過就好了啦 喔 不要那麼完美主義啦 那麼晚一點呢 就來看師傅刷的結果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拭目一帶喔 來師傅已經把這個水泥漆漆漆好了 顏色過了 現在等它乾 上面還沒乾 現在上面還可以看得出 還沒有全乾的樣子 對 底下這邊就乾 顏色過了 底下這個乾的顏色就過了 對 OK 那上面還沒乾就可以看出那個色差 對啊 對 對 色差 然後冷氣那邊也好 喔 冷氣這邊也好了 嗯 哇 師傅把冷氣這邊弄得像直接牽在牆壁裡面一樣 好厲害 一體成型 對啊 看不出有接痕什麼的 完全看不出接痕 真的很厲害 上方也是 就是你好像看到好像那是牆浮起來一樣 對 就好像一面牆這樣子 太厲害了 所以說要 所以說還是從頭開始那個附著就會很繁雜這樣 對 果然還是要讓專業的來 它不會附著 喔 中性的 不會附著 水泥漆刷上去會彈開不會附著 對 就不會有附著的顏色這樣 然後這樣它會自動自己慢慢的彈開彈開什麼的 喔 對 啊 我們水性的就是打上去 你刷上去它會附著住就會幫你 你看不出它不會有打水空這樣 喔 原來是這樣 對 那它不黏水性的不黏 是 中性的比較黏 你看它黏死了就黏死了 不會被 喔 不會掉 所以說要用中性的打 用中性的打 好 對 因為這是 都是做過來的經驗 好好好 這一面牆 是木座的牆 已經完成 這一座牆呢 是之前師傅們接力完成的木座牆 非常的漂亮 完全看不出它是木座牆 那這一個是之前師傅們拉出來的插座 我們 敲看看 這個木座牆 到底聽起來是什麼聲音呢 好 如果你沒有敲 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木座牆 就算你敲了 你還不見得可以發現它是木座的牆壁喔 所以整個師做的結果其實是非常令人滿意的 這就是木座下去處理水泥整片剝落的牆壁 處理出來的效果 我個人真的覺得很不錯 感謝用心的師傅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